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叫我小白 没错 我又来给你们安利好东西了 赶快修到这台smig的咖啡机 然后简单的开个箱吧 来了 江江江江江 为什么要买这台咖啡机 这些好看啊 这个咖啡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有 这里有 有红色 有白色 这台蓝色和 这是什么蓝色还是黑色 应该是黑色 顺便提醒大家 网购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商家 这已经是我说到的第三台这个机器了 前两天就第一台颜色给我提出了 提成了五白色的 然后第二台来的时候 里面很惨目人主了 里面的包装的泡沫 刚才看见一边有一个 然后那天 来的时候只有一边了 然后里面的东西都已经 这个 绿圈把那个上面都已经画得很严重了 看起来像是一个 开了箱的东西 但是它说是新的 所以 我后来 找一个大的店去拿着这家 这是一个天蓝色 然后上面就放杯子的 粘得都很好 这边 每一个上面 每一个可有普通的零件上面 都有那个 胶带固定它们 这个 跟 你们要买个打印机的话 跟打印机很像 啊 就是分两层的 就是说 看一下 它有一层这个透的可以 如果多了的话 会留到下面 留到下面 然后这个下面有一个 啊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像浮标一样的东西 然后 你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这个浮标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里面水多了的话 这个浮标会从里边浮出来 我要给你演示一下 现在这个浮标是平的 往里面加点水 看见了吗 就加了水以后 这个浮标是凸出来了 它会变出来 就告诉你里边水满了 这个水满了 这个浮标 这台浮标是个 expresso 我们现在去做 那种小小的 所以 它不是给 我还有一台 另外一台咖啡机 以后给你们介绍一下 是那个 就是普通的 可以做大杯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大杯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拿下来 下边还有一截 你只可以放一个 比这层高很多的杯子 这个下面也有一个 顶座 这样 然后后边是加水的 这个水里边 这个水里边 应该是可以选装一个 水的不容易浴箱的 但这个没有带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选装件 我回头研究一下 我回头研究一下 转到这里来 电源在这里 然后这个应该是 做奶泡用的 那个搬手 这个是一个小勺 咖啡粉和压咖啡 碗的地方 这个装上了之后 大概是这么长 这个应该也是能拿下来 是可以替换的 这个底下有做一勺的 这是两勺的量 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做多少 放多少咖啡粉进去 这个是不一样大小的 然后这个是做小小的 所以这个会更小一点 就是三个不同的 的绿色 放这个呢 我们就放一个 一杯的吧 鲜 还比较容易操作 那么我为什么真的要买这个咖啡机呢 对就是因为它好看 当然那个 我对比了一下 和那种大号的 家用的比较好的咖啡机 它也是15瓣的机器 所以做出来 所以虽然长得好看 但是性能应该就不比那些 看起来很专业的机子差 这个是我之前一直在用的另外一台咖啡机 然后是KCOP的2.0 它其实没有什么不好 做得非常的快 大概一分钟左右 就能把咖啡做好 然后胶囊也特别的干净 但是就是 达不到 如果你们特别喜欢喝咖啡 或者喝的比较多的话 它真的是做不出来那种 店里特别纯正 或者特别浓郁的那种咖啡 如果是每天早上起来 涂手势需要比较赶时间的朋友 其实还是比较方便一些 我们今天用的是 这一个咖啡豆 看得清楚吗 一个特别可爱的咖啡豆 这个是我们刚才磨好的那个咖啡粉 颜色打出来跟之前那个 用在那个里面的咖啡粉的颜色不太一样 可能不一样的豆 这个如果能配一个铁的就更好了 或者铝的金属的 这个塑料的这样东西特别的软 所以用起来 感觉不是很齿的香气 好 打开开关 看这几个都会亮 来 所以按一下这个就好了 它闪的时候 就是在加热 然后等它不响了 强亮了 就是可以用了 哦 这个声音还蛮大的 比这个的噪音要大很多 可能是因为它里面有泵吧 一杯咖啡做好了 但是它非常的不浓啊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粉打的那个豆打的太过粉或者太粗了 反正做出来这一杯我还没有喝 但是感觉是从视觉上就非常的淡 看来我还得多学习研究一下 那咖啡机就给你们安利到这里 然后为什么之前说 寄来那个有白色是 寄错颜色 是因为我那个水壶和之前有买过面包机都是天蓝色的 然后就正好就配齐了这一套 刚才那杯咖啡我觉得做的挺失败的 所以有做咖啡特别厉害的小伙伴 欢迎留言 我或者私信我 教一下我怎么做咖啡 然后希望可以做一杯特别好的咖啡 下次给你们延续一下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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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